是的 但是大众部的教法官的第四项 随眠不是心所 部与心相应无所缘 跟他完全是相反 那看第二十项 那个说一切有部的第二十项 缘起之性 定是有为 缘起是有为的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大众部 他是无为 他是无为 教法官的第二项 缘起之性呢 他是无为 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十三项 第二十三项有部说呢 我们在御界还有色界有什么呢 有 中有 中阴生啊 中阴生在北传佛教有两个说法 说一切有部说有中有 有中阴生 大众部呢 没有中阴生 南传也没有中阴生 藏传有中阴生 而且他还有中阴救度法 那如果大众部的话 都没有中阴生还要救度 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然后呢 在上座部 他说无色界是没有中有 那有中有的部派是什么呢 画地部有中有 画地部很特别哦 画地部这一部呢 他有本中同意跟 末中意义 这是末中意义 这应该是末中意义 那他有没有中有呢 画地部的 注意看这边 他的本中同意 无中有 是吗 到了他的末中 他的末派 亦有中有 所以 这个部派 一开始说没有中有 后来翻盘 说 有中有 中有在我们 北传佛教是不是 也有很多的 争论 有没有 有中有 没有中有 就是一个争论了 那中有到底是几天 也是争论 总共有大概四个说法 在大毗伯沙论跟 聚舍论四个说法 有七天 有四十九天 有不决定 有不久住 好 那这是讲到 中有的部分 这个中有的部分呢 其实他在 部派里面 他也很多 译说 然后第二十四项 说一切有部的第二十四项 言等五四 二十四项 言等五四呢 有染 无理染 有染无理染 就是说我们的五四会去分别 也会有染无 但是我们的前五四是没有办法断烦恼的 断烦恼要靠第六意识 所以他有染 无 离染 好 那这个呢 呃跟 后面大中部呢是不一样 他是可以离染 就是你的前五四是可以离染的 完全也不一样 我们到大中部的时候 呃会看到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 第二十六项 有部说 有世间政见 有世间信根 好 我们看同样是上座部的 画地部 有世间信根嘛 有部是有世间信根嘛 画地部呢 呃 无世间信根 好 上座部他们本身就意见也不一样了 好 是他部了 好 另外第二十七项 有有记法 有无记法 我们说我们的心呢 有善恶还有什么 无记 对不起 大中部没有无记法 好 好 好 我们再看二十九项 好 二十九项 有 诸易申注善心史 他可以无记心啊 好 也可以善心啊 这是有部所说 好 好 那我请问一下善心跟无记心的那个会比较好 善心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另外我们看到第三十一项有部 三圣圣道 各有差别 就是 那这个圣道呢是有差别的 那跟画地部也不一样 好 画地部 画地部呢 他说佛同二圣皆同一道 他是一样的 一道的 那另外我们看到第三十二项 三十二项也是有部很重要的他的一个说法 因言 应该说 菩萨犹是义申 菩萨是圣者还是凡夫 凡夫哦 菩萨都是凡夫 他在 菩提树下三十四星断结成道之后成佛 成佛之前 这一些都是义申 你看他跟我们那个 比如说华言经的十地有没有 出地以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圣者哦 所以有部 菩萨是凡夫 朱节未断 烦恼还没有断 第三十四项 朱一切行刹那面 那这个跟独子部呢 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独子部是朱行有站住 有刹那面 这个独子部 这个独子部 这个 有站住 有站直住 有刹那面 有部只有刹那面而已 那其实独子部呢 是由从有部流出嘛 那这个看法也不一样 那第三十五项呢 无有少法从前世转至后世 说有转移 这个跟金部的第一项是不一样的 金部第一项呢 他说朱运 有从前世转至后世 那有部是有没有 没有 那金部是有 所以呢 他说有前世转至后世 说有转至后世 所以那个金部也叫说转部 那金部呢 他是以金为量 所以他也叫做金量部 那在 有部的第三十八项 他说等隐位中无发语言 就是在定中 他是不发语言的 那后面其他部派 他说定中也可以发语言 那第三十九项呢 他说 八之圣道是正法轮 非如来语 皆为转法轮 就佛说法的时候 因为他不一定是说八正道嘛 所以呢 不是佛说法都是转法轮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大众部呢 佛说法 在第三项 佛头观的第三项 诸如来语 皆转法轮 有不一样 那这么多 这么多不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谁挑战谁 那也不要计较太多 反正就是不一样 不过我在想说 在当时 有这么多不一样 还好因为 当时那个交通也不方便 不像我们现在 传一下line 二十部派全部都知道 反正大家也不是 这个 时间跟空间的间隔 那另外呢 在 第四十项 第四十项呢 非佛一音 能说一切法 我们常常说 佛一音 说一切法 有部不是这么说的 这么说的是谁呢 是大众部 我们看大众部的 佛头观的第四项 佛一音 说一切法 第四十项的下面呢 世尊亦有 不如意 那这个呢 在 佛头观 有那个大众部的 第五项 世尊所说 无不如意 世尊所说 都是诸法十项 真如十项 有不 跟大众部看法 就不一样了 然后四十项的 最下面 佛所说今 皆非 非皆了意 那 大众部呢 他是认为 皆是了意的 其实我们讲到四一 一了意 不一什么 不了意 所以 这个 佛所说今 非皆了意 也一有不了意 这是说一切有不 我们光是看一部 就已经他有很多的内容 跟其他部是 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 呃 部派本来就有 呃 看法的不同 他才会分成 不同的部派嘛 但是他们也有相同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部的雪山部 我们如果说从 呃 我们今天发给大家的一张表当中 就是 一部中 伦论的这张 呃 表格 其实在我们上一次上课也有 呃 那上座部比较晚分裂 那如果我们从名称来看 上座部 他的地位比较高 他叫上座嘛 对不对 但是 从他的名称来看 大众部 他是属于大众 所以他数量比较多 好 那大众部呢 呃 呃 一般凡夫也比较多 所以呢 他分裂早一百年 呃 所以上座部是晚一百年 才分裂 上座部刚才提到说 我们如果从这个表 他 上座部一开始分成两部 就是说一切有部跟什么呢 雪山部 呃 雪山部也叫做根本 上座部 呃 或是本上座部 呃 那他为什么叫雪山部呢 跟他住的地方 应该也是有关 那上座部呢 在分成这两部的时候 是因为说一切有部呢 因为他也感受到大众部呢 他分裂 然后呢 对一些意理呢 有进一步的 呃 更好的一个解释 所以 他酝酿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但是上座 有一些呢 他可能 不认为是这样 那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分成 说一切有部跟什么 雪山部 那 有一部分的人呢 就到雪山这个地方 雪山这一部底下就没有了 好 那 所以切有部底下 哦 他的体系就很庞大了哦 那底下呢 有四部嘛 独子部 化地部 影光部 还有什么呢 精亮部 独子部底下又有四部 好 我们就次第的 接下来看第二部 第二部呢 雪山部 雪山部呢 第一个呢 菩萨有始一生 这是一样的 好 第二个呢 菩萨入胎 不起贪爱 好 第三个 无诸外道 能得五通 外道不能得五通 这个跟有部 是不一样 好 所以 他会分成两部 好 其实还是有 原因的啦 好 呃 有摩擦的 好 那 另外 第五项 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 说一切与部 是反对大天五世 但是这里哦 他是同意 大天五世的 好 其他的 大体 所值多同 说一切与部 好 这是第二部 雪山部 这雪山部呢 这部影响力 比较小一点 所以他的 呃 相关的 异礼呢 呃 也没有那么多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呃 独子部 这独子部 这一部呢 就是大部了 而且这一部呢 的异礼呢 在 佛教里面是 呃 很多的部派是反对他的 他立什么呢 非疾运 非旅运的我 呃 就是独子啊 来立名 那在 真谛呢 他也把它翻译成 可助子部 那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会有一张副表 是二十个部派呢 有 很多经论的 不同的名称 我们会有一张副表会 呃 付给 在上课之后 付给大家 这个部派的特色 与众不同的就是 独说有我 所以在背后是 只为父佛外道 那他主要的是立五法杖 第五法杖呢 就是不可说法杖 不可说杖 他这个第五 不可说杖呢 他是相近于 大圣的如来杖 那也相似于 大圣的阿赖耶士 在大匹婆撒论 卷十一里面提到 他说我能记忆 那独子部呢 说我可能 可以意念过去 呃 所做的事情 那这个独子部呢 他的五法杖 是什么呢 三四 过去现在 未来 的 有违法 三个 再加上 无违法 再加上 呃 这个不可说法杖 那就是五个 那个 不可说杖呢 就是不可说我 啊 那这是由我说 那在 呃 学者的研究当中 他说 真空的 大圣经 以独子部的思想 呃 应该是有关系的 那 在 波罗体系当中呢 不可说法 就是那独子部说的 那个不可说法 是诸法的 真胜利地 必尽空性 啊 所以 虽然这个 系统呢 他这个说法呢 呃 有很多的 呃 他的不同的 译说 所以 这一个系统 他跟波罗经呢 有人说 独子部呢 这个系统 异于波罗经 那也有人说 波罗经 异于 独子部 哦 这个译说就很多了 哦 刚才提到说 独子部 分寺部呢 他一个主要原因呢 他是 在解释 设立佛阿比坛 设立佛呢 是佛式的 呃 双贤弟子之一 哦 他解佛语 然后做这个阿比坛 后人去读损他 那从独子部呢 哦 因为 他认为 设立佛阿比坛呢 他的内容 不足 所以呢 他就去增加 他的内容 一帧 一简当中呢 意见不一样 所以呢 就从独子部 那一部 又分成几部 又分成四部了 那独子部 跟有部的 根本差异呢 就是 实有不可说的 这个补特切弱 那我们看 独子部 的第二项 诸行有 站住 亦有 刹那面 他跟有部 不同的是 有部说 有违法是怎么样 只有刹那面 哦 这是不同的 那第五项呢 五四 无染 亦非离染 他的五四是没有染污的哦 有部是什么呢 五四是有染 这是差别 那第七项 就是刚才所说的 他的项位呢 是十二星 诸到果位是十三星 好 这是差别 独子部 这一部呢 呃 他的内容 常常被中官 去平破他 那 接下来我们要看 独子部 分出来的四部 法上部 弦奏部 正量部 密林三部 好 那我们说 他因为解释一个祭送 分出四部 好 那 以解脱更多 多由贪负烦 或安乐所乐 谁乐行之乐 你解释你的 好 那 我解释我的 最后呢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 独木桥 终于又分成 四部了 好 那这个 他的那个解释的差异 好 呃 我们 这个上课之后呢 呃 会附一个表 好 把他的解说呢 呃 跟大家说明 呃 那这个法上部 他为什么叫法上呢 他是依部主的名 法中之上 顾名法上 在文书 诗斯利问经呢 也叫做法胜部 那这四部的资料呢 呃 比较少一点 啊 比较少一点 好 弦走 弦奏 弦奏 那这个弦 他为什么叫弦 奏 呃 弦奏部 弦奏部呢 这个弦 弦是部主的名称 呃 他的部主呢 叫做弦阿罗汉 嘿 那 这一部呢 因为都是 弦阿罗汉的后裔 所以他叫做弦奏 那在文书斯利问经呢 他也叫做弦部 好 那部子一论呢 叫弦胜部 他有 这个 不同的名称 十八部论呢 音译叫 多黎罗 耶尼部 好 这个是弦奏部 那底下呢 是那个叫正量部 量呢 横量 横审 勘定 他认为 他所立的这个法义 的佛法呢 审定无邪 最为端正 所以叫做什么呢 正量部 那 呃 他也叫做什么呢 正量部也叫做三米底部 那 依据这个 三义旋论呢 他说这个部呢 他是 大正量罗汉的地址 大正量里面 有两个字叫做什么呢 正量嘛 所以呢 他也叫做什么呢 正量地址部 那他有立一个法叫 布施法 是心不相应心 那正量部 他的话区呢 算是还很广 主要是 在 吸引度 那正量部 他是独子 独子部的 底下的一部嘛 所以他 他的思想跟独子部 跟说一切有部呢 有很多的共通点 那 那底下 还有一部叫做什么呢 密林三部 密林三部 那这一部呢 跟他住的那个地方 以他住的地方 来立民 表示 那个地方应该什么很多 那个 树林应该很 树林应该很多 树很多 很茂密 密林三 以住处立民 那这个十八部论呢 他也把他称为六成部 在部子议论呢 把他叫做 密林住部 这有点 差别不同的 接下来 我们要看 第八 这一部还蛮大部的 刚才有提到说 他提到中有 本中同意讲 吴中有 后面讲有中有的这一部 那画地部呢 我们看他 第一项 过位是五 现在 无为是有 他跟那个 有部三四十有部一样 他过位是没有的 第二项呢 于是圣地一时献官 他是顿献官 他不是见献官 不是见次的苦极灭道 他说见苦地 能见诸地的四地 见一地呢 就见四地了 第三个 随勉非心 亦非心所 你的随勉不是心 也不是心所 跟有部也不一样 那一无所缘 那第四项呢 凡夫不断 不断这个贪嗔 有部断不断 有部的第十项 我们看一下第十项 一生能断贪嗔 什么 跨地步呢 断不断 一生不断贪嗔 这差别 第五个 外道得不得武通 不得 那还有第九个 武士 有染 也有离染 他可以离染 武士可以离染 刚才有部可不可以 前武士可不可以离染 不可以 另外第十二个 有世间政见 无世间性根 他是无世间性根 有部有没有世间性根 有部的第二十六项 有世间性根 他跟有部不一样 另外我们看第十五项 本中同意的第十五项 第十五项 这个对你们的打击 不知道会不会很大 得到出国还会怎么样 出国有退 要不要选择这个部派 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诸阿罗汉定无退 他跟那个 有部刚好相反 有部是出国无退 阿罗汉有退 那另外我们看第十七项 第十七项也蛮有意思的 第十七项呢 是无违法 请问一下巨生论无违法有几种 虚空折灭非折灭 有部就是三种 他几种 他九种 前面三种跟有部一样 后面有九种 那他这个九种呢 注意哦 五六七 是善二 善不善无迹 三大类嘛 对不对 那这边还加一个不动 这四个 不动 善法真如 不善法真如 无迹法真如 的这四个 然后后面有一个道 道之真如跟缘起真如 那我们如果比对到那个大众部 大众部的也九个哦 是吗 他的九个 在教法官这里 前三个一样 虚空折灭 非折灭 四到七的四个不一样 大众部是空无边处 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跟什么呢 非想非非想处 这四个呢 是在哪一届 无社界 无社界哦 但是这里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无迹法